正好我问你 你也是参选人嘛 如果今天有人拿这个 不投降承诺书给你签 你会不会签 我跟你讲 蒋光安说签了很白痴 对 不签更白痴嘛 你知道为什么 不签更白痴嘛 他们心里到底有什么挂碍 就签个名嘛 就签嘛 又不是叫你签本票 签本票有签还是签啦 签半年期再玩 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是 这件事情 不对签很白 因为我对我 我觉得哪个台湾人 会不想防卫台湾 哪个台湾人会想要投降 所以签这件事确实很白痴 跟偏偏就我们台湾岛内 很多人想要投降嘛 所以才不得不用这个东西 可是你看蒋光安的 副发言人叫肖宇云他说 我觉得他这个比喻很有趣 他说 那你陈时中你签 立即台独入线的时候 如果不敢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市长可以管到入线吗 我觉得完全不讲 台独是主张 是价值 和投降是底线 我觉得不太一样 就是说台独这件事情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尊重 你是显性台独 隐性台独 还是华独 还是统派 像我也不会无聊到 要求洪秀柱签 统一承诺书 因为我知道他一定签嘛 这不是很无聊吗 你懂为什么 因为这是价值 然后主张 我觉得在台湾 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每一个人的价值跟主张 像台独同意书给我 我公开说我不会签 用作华独嘛 我是中华民国 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可是问题是你底线你都不签 那就怪了 因为你不管是台独 华独 还是这个显性台独 隐性台独 都有个大情 或是说你真正没有想法 你有个大情是希望维持 现在台湾人生活的方式 这叫底线 除非你是统派嘛 你只有统派才不愿意签这东西 所以我觉得类比 是有点不伦不类 但是因为萧宇云是年轻人 我认识这年轻人 但我觉得 可是这一定不是他讲的嘛 一定是上面有些长官想一些怪招 叫他去讲 但是我觉得类比完全是不伦的 我再讲一次 台湾是个言论自由国家 我们没有资格要求任何一个人 一定要牵手他的价值观的表态 他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 可是底线这件事情 我觉得台湾每一个人 尤其是在这么紧张的此时此刻 我觉得台湾每一个人 尤其是要从政的人 你都要告诉大家 你的底线在哪里 我觉得这很重要 我觉得讲完这个回答 就很有趣 你不签 我觉得你可以有一百种说法 但是你却选了一个 会引起我们连续讨论 好几天的说法 这搞不好是他的目的 你看我讲完有声量 这个声量是负的是扣分 你怎么会去做这样子的回答 我真的不懂 候选人每次在选取 都会有很多拿一堆 很奇怪的什么承诺书 叫你去签 你可签可不签 但是你不签你要有 多数人可以接受的说法嘛 这个问题对我来讲 就像太太问你说 你爱不爱我 你要不要签一张同意书 我跟你讲 不只签一张 你要签一百张 家里每个角落都放 这是不用考虑的事情嘛 对不对 那你怎么会说这个白痴 讲完你太太如果问你说 哎万安你爱不爱我 你问这问题很白痴 你觉得你会有什么下场 他这是求生欲的问题 老婆问的时候 你他说我真的差爱你了 不投降也是求生欲的问题 这讲办法在大学 他没有求生欲嘛 他完全没有求生意识 他真的拿B去打A 对啊 没错 这言慧刚才讲 就是你拿B去打 这是两件完全不同层次的事情 台独入线也是 然后什么遵守宪法承诺书也是 尤其是我觉得 遵守宪法承诺书 最荒谬最奇怪 大家应该还记得念历史的都知道啊 国民党就是有这种记录 曾经冻结宪法 然后就实施戒严法 开始什么动员 勘乱时期临时条款 所以讲完才是 如果真的有这件事的话 讲完才是第一个 要签遵守宪法承诺书的 因为他们过去国民党 有这个记录 对啊 对 这个我就想到以前 我们那个时代的老笑话 我们总统不是要讲届实吗 然后第二任总统是谁呢 叫余佑任 第三任叫谁呢 叫吴三连 第四任叫赵立连 结果都是同一个人 都叫蒋介石 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老笑话 而且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讲这种笑话 你还小小声讲 你还不能大声讲 大声讲 你现在就看不到我了